而媳妇以后让我儿子管钱 他每月工资一万 你工资才四千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谁挣的钱多谁管钱 你是觉得我乱花钱了吗 我虽然挣钱不多 但是把家里开支管理得很好啊 你竟然说你管理得很好 上个月你花了五千五百块 是怎么回事 妈 咱家光房贷就两千五百块 剩下的就是全家人的吃喝拉撒 和日常用品的费用 那也用不了五千五百块吧 三千五百块就足够了 花那么多钱就是浪费啊 你要是不同意让我儿子管钱 那以后你挣的钱你花 他挣的钱他花 你就别向他要钱了 妈 您的意思是 以后开销都要AA制吗 是的 婚后的矛盾大多 都是因为钱个花个的 没有那么多事 提前说好AA制 省得以后伤感情 而且AA制省钱了 花别人的钱都是大手大脚 只有花自己的钱才会心疼 这样两个人都知道存钱了 这怎么AA制啊 以后我们还要生孩子的 难道孩子也要AA制吗 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花费 你们两个人平摊 我呢 就免费给你们带孩子 这也是我的心意 那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以后我们就AA制吧 两年后 小丽雅 你怎么还不要孩子呀 这结婚都两年了 妈 你说过生孩子费用AA制 我还没有挣够钱 怎么敢要孩子呢 哎呀 你先要孩子再说 我这有钱 我借八万给你 你给我写个借条就行 妈 我不喜欢借钱 一借钱就感觉压力山大 我还是自己挣钱吧 那不行 结婚生子是你应尽的义务 这都结婚两年了 还不要孩子 你想等到什么时候才要 趁现在年轻 孩子尽量早点要 这样对身体好 请我的话 今年必须要孩子 妈 我现在可不能要孩子 我应该以工作为重 公司打算重用我 我要是有了孩子 这边的工作都放下了 我这两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小丽雅 女人肯定要以家庭为主 工作这些都是次要的 连孩子都没有 你怎么还有心思工作呢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工作怎么就不重要了呢 我也需要钱 我也要生活啊 我要是不工作 连生活的基本保障都没有 我哪有心思要孩子 现在一个人还好说 以后有了孩子花销更大 什么奶粉啊 料不试啊 玩具啊 衣服啊 哪样不需要花钱 这都要A制了 现在肯定要多多赚钱 不然到时候连孩子我都养不起 要孩子的事以后再说吧 要不这样吧 你生孩子这一年 我们就不A制了 等你生完孩子以后再说 你自己定的规矩 怎么自己又打破了呢 总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你说了算吧 当初A制是你提出来的 现在取消A制又是你提出来的 就算是按你说的 我要孩子 这一年暂时取消A制 等生完孩子 我再回到工作岗位 你认为工作待遇还和以前一样吗 公司现在把我当成重点培养对象 如果我休息一年之后 我的位置就被别人占了 有可能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论怎样都不要孩子了是吗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古人有云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这种行为就是不孝行为 妈 那你也要为我考虑考虑吧 都已经A制了 对我来说 现在挣钱最重要 一天不挣钱 我就没法生活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让公司重点培养 等我坐上经理的位置以后 工资至少两万以上 那个时候工作也就轻松了 到时再要孩子 对我的事业影响就不大了 三个月后 丈夫失业下岗 没有收入 半年后 小力进升为部门经理了 儿子不好了 出大事了 你赶快来医院吧 妈 你怎么了 你可别开玩笑啊 我这几天一直感觉呼吸困难 心口发闷 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医生说是心脏病 需要做手术 手术费很高 大概需要十五万 我这没有钱呢 你快过来吧 怎么需要这么多钱啊 我这也没有钱啊 你的钱呢 你一个月工资一万块 怎么连十五万都没有啊 我都给花了 我平时又不存钱 这又失业快一年了 马上就要借钱过日子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花钱还是那么大手大脚 那你赶紧跟你老婆要钱去 我这边等着做手术呢 我现在怎么好意思跟她要钱啊 我们之前的生活都是AA制 钱这方面分得很清楚啊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你这孩子怎么和妈说话呢 当初我提出来AA制 还不是为了能减轻你的负担 让你多存点钱 有一次我给她买了一些水果 都是她爱吃的 你非要让她把钱给我 你说这两口子过日子 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我们结婚以后你啥都想管 稍微说你一句吧 你就不高兴了 儿子 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 你这么说我还有点良心吗 还有一次她爸病了 我给她爸买了一些营养品和水果 你知道后就很不高兴 后来你让你儿媳妇 把买营养品和水果的钱还给我 你说给她爸买东西花的钱 应该由她承担 记得还有一次她来立价了 我给她买了一个暖宝宝 和一些卫生用品 你非得把买这些东西花的钱要回来 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 现在让我怎么开口跟她要钱 过去是过去 现在妈病了 她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她挣的钱也有你的一份 我现在正等着做手术 你忍心不管不顾吗 婆婆无奈 只好打电话去求儿媳妇 小丽雅 你在哪呢 我这边出大事了 我现在在医院要做心脏手术 等一下 我给你儿子打电话 让他去看你 小丽雅 我现在正等着做手术 手术费需要十五万 妈手里也没钱 你能不能把手术费给妈交上 这是你要做手术 这个手术费应该是你儿子出啊 小丽雅 你也知道 牛仔现在失业都一年了 手里没有钱呀 我可是你婆婆呀 你一定要管我呀 我没说不管你呀 在不影响我工作的前提下 我可以去医院看你的 但是跟我要钱 那我是一分都没有 我爸当时生病的时候 你儿子给我爸买了一些营养品和水果 这个钱你还让我把钱还给你儿子了 我爸生病 是我自己承担了所有费用 怎么现在 到你这里就变了呢 小丽雅 我们不要搞AA制了好不好 以前我觉得AA制对你们都好 可现在我觉得不妥当 一点都不人性化 妈 总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你现在觉得AA制不好了 但是我觉得AA制挺好的 小丽雅 我这边等着做手术 急需用钱了 你可不能不管了 就算是我借的行不行 我给你打借条 不行 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AA制 这也是你当初提出来的 这么多钱就是打了欠条你也还不上啊 你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 我也不忍心不管 你让你儿子来跟我说吧 老婆 我妈现在在医院等着做手术 你就把钱给她吧 你说的轻巧 难道你忘了我们是AA制吗 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那是干嘛 你赶快拿着钱去把手术废交了吧 先把手术做完再说 你妈住院做手术 我没有医务出这个钱呢 我爸当时生病的时候 你妈又是怎么做的 现在都火烧没毛了 你还提以前的事 这么认真干什么 按照法律来讲 你挣的钱也有我的一半 你挣的钱也是我们家里的钱 拿我们家里的钱给我妈做手术 有什么不妥吗 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来 拿着歪理当真理 你的脸皮真够厚啊 你给我少废话 你现在马上立刻拿15万块钱 给我妈做手术 不然有你后悔的时候 优鹤 还威胁我 不然又会怎样 不然我就和你离婚 你住着我的房子 开着我的车 你竟然有胆量提离婚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 我本来是想 无论你妈以前对我做过什么 这个时候 我都应该帮助她度过难关的 刚和你妈说好 让你过来拿钱的 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人 你不是想离婚吗 我同意了 明天就去办手续吧 老爸 原来是这样 我不提出离婚了 你把15万给我吧 我这就去给我妈交手术费 你休想从我这里 拿走一分钱 协议还是法院你自己选吧 老婆 我刚才一着急 说错话了 其实我没想和你离婚 你就别和我离婚了好吗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已经不信任你们了 老婆 我不要离婚 就看在以往 我对你还不错的份上 就原谅我这次吧 小丽很纠结 要不要原谅老公 给婆婆15万治疗费